今天我要用杏鮑菇和红萝卜 来做一道素食加糖菜料理 分享一道凤梨虾球 这次我会自己做简易版的低脂的沙拉 吃多少做多少 我们家吃沙拉的速度很慢 很常买了一包回来 然后只做了一道菜 剩下的发育冰箱很容易就会被遗忘 因为不是每一道菜都需要用到沙拉 也不会每天都要吃沙拉 所以现在就干脆就不买了 直接用一些材料组合起来 做一餐的量需要多少做多少沙拉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 偶尔分享居家生活影片 如果想支持我的朋友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加入会员支持我做出更多精彩的乐理食谱 还可以享有会员专属影片 近期超片更新 喜欢抽身理卡牌的游戏 最高等级的会员还会收写卡片寄给你 更详细的会员福利 也会把链接放在影片下的说明文 还有大家好 我是Kiss点巴拉玛 看影片之前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 订阅是免费的 还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的最新影片 那现在我们就来用新包裹和红萝卜 做这道素食加糖菜乐理吧 准备一颗凤梨 这颗凤梨我在果菜市场买 一颗是台币70元 把头尾去掉 那时候2023年才在国际钢琴大赛 夺下影赏的台湾新生代钢琴家杨提安 8月在脸书社团以最后一次直播为题 进行钢琴演奏 凤梨的头得还可以摆盘 所以先留下来 把凤梨站起来 四分之一处切下来 结束后传出他在土城住家最柔身王的消息 这当中有一些酸民说了负面的话 话语是有诚实的力量 凤梨的另一面 切掉一点 让它平整 说出去的话 真的是要三次再输出 信念是有力量的 常常忽略了他对我们生活深远的影响 把中间的肉挖下来 信念就像一种无形的力量 能够塑造我们的现实 举例来说当你对某个目标充满信心并努力 想要追求完成时你的信念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前方的道路 指引你克服障碍并且实现这个梦想 想像一个人站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 面对着一座高耸的山峰 如果你内心充满了怀疑和恐惧 他可能会在山脚下徘徊 不敢向上攀登 然而如果他心中充满了坚定的信念 相信自己能够征服那座山 他就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迎接挑战 寻求克服困难的方法 最终达到山顶 信念的力量不仅仅在于改变我们的行为 更在于它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观 正面的信念能够激发创造力 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 它能够让我们在逆境中保持冷静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相反 负面的信念则可能使我们陷入自我设限的困境 让我们无法看到事物的美好 因此保持积极向上的信念 就像是在心中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 只要你用心灌溉 这颗种子就会茁壮成长 最终开花结果 信念的力量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也让我们有能力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 里面刚刚不平整的地方 就用汤匙稍微刮一下就可以了 凤梨切好 放到盘子上 把凤梨切成小钉状 把凤梨放入盘中 准备一颗马铃薯 把马铃薯削皮 把马铃薯切一半 切片 把马铃薯放入盘中 准备拿去蒸 用电锅蒸 外锅放一杯水 准备一条红萝卜 把红萝卜削皮 红萝卜的地头去掉 这里切片 排整齐切丝 红萝卜丝切一半 把红萝卜放入盘中 洛梨准备一颗 切一半 再切一半 这样子比较容易去皮 切成条状 把洛梨放入盘中 另外一半的洛梨切片 把洛梨放入搅拌机里面 柠檬准备半颗 柠檬准备半颗 把柠檬挤到搅拌机里面 可以挤半颗 来准备这个雪坊的无糖希腊优格 它是用传统制法浓缩制作而成 纯天然无添加物的 有六大机能菌种 都在全无城市零污染制成 严选台湾乳园 奶素食者可以用 坚持采用传统希腊做法筛去乳清 不添加奶粉、牛奶蛋白、果胶、鲜奶油 还有添加物来征愁 是真正的希腊优格 它很浓稠 几乎不会掉下来 这个大约两杯雪坊精品优格 才能浓缩成一杯的雪坊精品希腊优格 它有六大优势菌种 耐酸潜性家 每公克含有1亿个以上活性乳酸菌 吃起来的味道香浓 微微的酸很自然的味道 放入雪坊精品优格4汤匙 像这样子苏食沙拉就完成了 中筋面粉2汤匙 加热水调成浓稠的面糊状态 马铃薯蒸熟了 撒上适量的盐 给它有一点底味 再来一些黑胡椒粒 把马铃薯压成泥状 都压成泥 可以了 准备一张豆皮 这张豆皮刚好破了 可以拿来这样子利用 剪成像水饺皮这样的大小 好 铃薯泥放上来 红萝卜 封口处涂上面糊 捲起来后 给它变成一个弯折 这样子一只虾子就完成了 都做好树虾了 来拿去煎 锅内放入油 油热了放进来 先让它慢慢的煎 煎的时候不定时要给它定型一下 帮它呈现弯曲的样子 来翻面 再继续让它煎 来回反复的翻面 已经煎成金黄色 可以关火起锅 把凤梨丁放到自己做的沙拉里面来 搅拌一下 可以了 现在拿出我们的凤梨来盛盘 刚刚女儿很好奇吃了一口忍不住 底下先铺一些沙拉 底下先铺一些沙拉 咬得到吗 沙拉 有像沙拉吗 好吃 有凤梨的香味 现在大热的天吃凤梨正好 要不要吃看凤梨 很甜喔 蝦子 蝦子微微的脆脆 你吃要什么料 马铃薯泥 马铃薯泥 还有红萝卜 这些酪梨和你爱吃的优格 要不要拿给大家看 你爱吃哪一个优格 嗯 很好吃 有凤梨就觉得很清凉的感觉 这个 对 我们要是用这个 就是希腊优格 现在在团贡 真的是很货正价实 大家可以买来试试看 有时候宵夜啊 小夜宝就会夹一些玉米片啊 或是果酱 这样子吃 早餐也会这样子吃 那也可以做成料理 很好吃 你要不要再一口 全部哦 嗯 小一半 好吃哦 太美味了 大家可以试试看 这样子做 低脂的沙拉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分享按赞加订阅 还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 所以从Facebook还有IG 我下到料理见 拜拜 拜拜 先用小铃铛咯 下面妈妈会铺沙拉哦 我要再一个 哇下面这个沾很多沙拉